第一次是巧克力 从小就很喜欢吃巧克力 就是一直很好奇 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是可可果 巧克力的原料就是它 好像三只色彩鲜艳的癞蛤蟆 咯里咯大的 新鲜的可可豆要经过发酵 晾晒烘焙研磨调温 才能变成纯香光化的巧克力 它的果肉好像脑子 不过好香啊 我试了一下 外层果肉味道有点像山竹 还挺好吃的 现在开始制作第一步 发酵 可以去除可可果的酸色味 用这种大叶子把它包起来 要延时一点 尽量减少可可豆和空气的接触 用绳子绑起来 一定要蝴蝶剪 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液体 底部扎点小孔 方便它流出来 温度最好是40度 放在烤箱里 打开炉灯 温度就刚刚好 中间再要翻动两次 让所有的豆子都发酵均匀 这是第三天的状态 味道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是第八天的状态 外表有一点点发霉 不过没关系 外壳是要去掉的 现在这个味道特别的酸爽 这种酸臭味应该是螺蛳粉的一百倍吧 我喜欢的 接下来的步骤 可以用烤箱低温烘烤完成 可是心疼我的烤箱 最主要的是 我害怕以后做什么好吃的 都有一股淡淡的九臭味 所以我决定放在太阳下面 给它晒一个星期 晒好的可可豆 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 烘焙 这个过程对温度和时间的要求 特别严苛 但是这样可以完全激发出来 可可豆那种浓郁的香味 烘好之后的可可豆 可轻轻一捏就碎 现在闻起来 就有一点巧克力的味道了 可可豆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处理好的可可豆 放进甜锈里捣碎 我现在试一个没有感情的锤子 大概三个小时的样子 通过左手换右手的操作 终于凭10粒把它捣成了液态 仅凭双手达到了这种程度 我觉得自己做的实太棒了 加上80克无淀粉的糖霜 和40克可可纸搅匀 结果捣摸之后 发现做出来的巧克力是这样的 和超市里买的一点也不一样 重新做了一下功课后 我买来了这个 人工粘膜很难达到200分以上 用它多次粘膜就可以达到800分以上 接下来这个步骤 就是网上最常见的做巧克力的画面了 调温 我特意找来了一块大理石板 可可纸中有六种融点不一的晶体 调温的意义在于通过温度的调节 对它们进行驯化 从而达到是温时是固态 咬一口便能融化在34度的舌尖 一块丝滑的巧克力 表现出来的不只是光洁的外表 更重要的是能入口即化 做完这一切 终于要迎来完美的成品了 不过 对比一下 经过调温的巧克力 和没有调温的巧克力 真是云泥之别呀 吃起来味道真的好